看来你父亲和你继母 并没有把东西交给你是不是 需要阿姨陪你回去拿吗 不用了阿姨 这点事情 我还是能自己解决的 我吃饱了 先回家处理一点事情 好好啊 哎呀 我家臭小子呀 可真是有眼光 那个 让千凡送送你 你家里人呐 要是为难你 你就告诉裴老头 如果裴老头不管你啊 你就来找我 千凡你送送丽锦 夜风微凉 丽锦坐进车子的时候 想什么 丽家那边 不用你帮忙 我自己可以的 谁说要帮你了 我是让你事情结束之后 不要忘记写线条 我就不该对他抱有什么期待 不过嘛 丽锦扑斥一声 笑出了声 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 今天你们全家人的气氛 都古古怪怪的 还是你比较正常 和平时一样 张言阿姨的热情 或许是因为我的母亲 但余老爷子 又是为什么呢 总觉得他的眼神怪怪的 你外公没有和你说过什么吗 呃 关于我们两家的事情 你不是都知道我外公和我闹脾气的吗 连我电话都不接 我还怎么知道两家的事情了 什么事啊 很重要吗 没什么事情 对你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好好的 为什么又生气了 余千凡为什么天天在生气啊 办病率还挺高的嘛 余千凡自己生离会闷气 一言不发地停车 最后还是一言不发地开车走人 莫名其妙 那个李颖的远房亲戚保安队长 已经被力量打了一顿之后赶走了 顶替他的正好就是立即安排下来的李叔 大小姐回来了 我最后等会的结果 我阳的结果 我阳的结果 学习的 我阳的结果